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小典藏出版社出版 这呢不是我第一次介绍五星纸的绘本咯 而它的绘本总是让人很期待 咕噜咕噜的书店小猫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只小黑猫 它来自一个明猫的家族 它的奶奶是著名的抓老鼠高手 爷爷是享富盛名的舞蹈者 爸爸和妈妈则是城堡里最棒的甜点师傅 连哥哥姐姐也都相当投入自己的热爱工作之中 总之啊 整个明猫家族里的猫都非常的厉害哦 唯独只有小黑猫和大家不一样 小黑猫呢 它只喜欢不停不停的看书 不过也因为这样 让家族里的每一只猫都感到相当的担心 读书并不是一件工作 你不如加入机器人摄影师的工作宝 做料理 超使用又有趣 厨房里永远都有一个属于你的位置啊 我们的团队超适合你的 你快来吧 尽管其他的猫都苦劝它不要再读书了 但小黑猫就是不为所动 它常常说着放开书就能够带我到任何的地方 和成为各种的角色 小黑猫很喜欢探索城市 几乎和它爱看书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因为它在每个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挖掘 许多好玩又新奇的事物 有一天早晨呢 它看见了一间可爱的小书店 门口外呢 就挂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针球小帮手 小黑猫非常的开心 它说 真是太棒了 太适合我了 我太喜欢看书了 而且我也好想帮忙哦 小黑猫按捺不住的大叫着 也吓到了身边的人 这个时候书店的小女儿健壮就邀请小黑猫进到书店里来 并向她介绍这是一间儿童书店 而这也是自家经营好几代的书店 刚好我们需要一个帮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刚刚好我有一个小猫爪 而且我很乐意帮忙哦 小黑猫的这个回答真是可爱极了 如果是我就立即用它了呢 于是小黑猫开始了在书店工作的日子 而且什么事情 小黑猫都是尽心尽力的做到好 把书店布置的像家里一样温馨 连我都好想去哦 最厉害的是小黑猫 它总是能为每个小朋友找到最适合他们的书 让他们敞扬在书的世界里 自从小黑猫来了之后 书店就变得超级忙碌 哦不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哦 有一天和往常一样的早晨 小黑猫一直没有等到打去书店的巴士 一旁的小鸟儿们叽叽喳喳的说着 听说巴士被大鱼困住也抛锚了 修理也修不好 听到这里的小黑猫 开始变得很着急 觉得不能只是哭住在书店里 车站这里啊 他决定要利用其他的方式到达书店 经过几番的辗转之后 当他到达书店的时候 差点是没有昏到 因为书店的惨状比他想的还要糟糕 原来呀是因为消防栓爆掉了 书本里全部都被喷湿了 涌出来的水不停的慢到四溢 淹满了整个街道 而书店前也出现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河 因此再也没有任何顾客上门看书了 就这样过了好多好多天 小微很赶上的说 我想我们已经被忘记了 但是小黑猫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卷成一团安安静静的 没想到这个消息传回了 传回了明猫家族 大家都知道是时候该让他们上场了 明猫家族的妈妈说 别担心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们都在呀 这才是一家人 快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吧 小微想到了一个点子 既然孩子们没有办法来书店 那么我们就将书送去给他们吧 隔天大家都出发了 分头出发到城市里的各个角落 让孩子们可以看到书 当孩子发现到有着各式各样的书 其实都超级兴奋的哟 而且在每份书里面 都塞着一张小纸条和地图 上面写着 你的冒险才正要开始哦 跟着地图出发 寻找更多的秘密哦 小朋友们照着小纸条里的地点 来到了神秘的地方 你们猜猜看是哪里呢 答对了 没错 就是小微的书店 每个来访的小朋友都开心的一涌而上 而且大家也都发现了 书店看起来比以前更美了 那是因为经过大家努力不懈的翻修啊 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 也享受这一切 重要的是 孩子们每次翻开书 就能到达那个神秘的地方 而成为各种角色 小黑猫好欣慰哦 一直很兴奋也发出 它这辈子使上最大声的呼噜呼噜的声音 看来小黑猫是真的非常的开心哦 这个故事就说到这里咯 不过每次翻开书 都能达到那个神秘的地方 和成为各个角色 这句话却让我很有共鸣 因为我也是这样 你呢 我想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也有像小黑猫这样的情况 有些是你明明喜欢的事情 却因为不得不去迎合别人的眼光 而收起那份喜欢和热情 像是什么呢 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 我还是一样很喜欢绘本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很喜欢绘本 而和我同龄的朋友们都喜欢少女漫画 看她们窝在一起讨论着情节 而我却插不上画 确实是有点沮丧 但是我就是真的看不懂少女漫画呢 一开始我也为了想要和同学一样 有相同的话题可以聊 我从她们喜欢的漫画选了一本来看 但是连一本都还没有看完 我就投降了 后来一直到今天 我从未再翻阅过少女漫画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不过我的同学们也没有因此 就把我视为是不可亲近的怪人呢 只是他们知道 有什么活动会找我 而又有什么样的活动就不会主动找我 我觉得那样也很好 就是一种人际的界限吧 也是一种互相尊重彼此的一种礼貌吧 只是因为我喜欢的毕竟是小众的 所以就算很喜欢 我也会很刻意的隐瞒 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她 只是无聊打发时间而已 但这件事情只有自己知道 自己有多么的宝贝 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来吧 在这个我们都不要不好意思吧 好不好呢 如果你愿意 我期待收到你的回复哦 好 那我们先回来故事 小黑猫其实很幸运 虽然她喜欢的都不是一般人眼中 会喜欢觉得那是有未来的 不过家族里的所有猫都没有嫌弃她 甚至让她自由地探索自己的旅程 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啊 人生不一定要追求什么 或是获得那些名和利 只有人默默地支持你的喜欢 那么这真的就够了 在小黑猫顺利地在书店 坐着她找寻很久的梦幻工作之后 其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呢 她仍然遇到了不幸 书店毁了原本络绎不绝的盛况 一早就不负载 原本热闹的景象 如今也剩下她和小薇干瞪眼 不过这个时候出现很温暖的情节 鸣猫家族的所有家人们都来了 他们不在意失败这件事情 没有因此数落小黑猫 或者是落井下石 反而用爱展开了双臂 来协助小黑猫和小薇的困境 我想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动容的事情啊 毕竟在这个年代 不被骂就要偷笑了呢 所以我的感受是特别的深 最后他们集结了所有的好主意 反而让原本的经营模式 更上一层楼 不只让上门看书的孩子变多了 也让书店的规模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场意外虽然阻隔了孩子和小黑猫之间 但却也因为这个事故 反而让大家的距离更加靠近了 突如其来的大水来得又快又猛烈 破坏了原本的习惯的那些好日子 却又因为破坏有了新的重生 过程当然痛苦且有所担忧 毕竟这是未知的冒险啊 但没有想到灾难性却带着破坏性的同时 却迎来了新生 小黑猫的家族的故事也是告诉我们 人生在世世事难料 如果有时候危机是改变一生的转机 那么我们就顺其自然的 应对每一个明天吧 呼噜呼噜的书店小猫 是一本充满真实和现实主义的故事 我们无法预测或改变明天 但可以顺着那些我们所看见的 去找到任何可能 即使截取不太好 但不尝试就永远不知道 甚至会留下不少的遗憾 生活中没有什么 是像小黑猫一样遇到困难 却慢慢的迎刃而解的 你说是吗 非常欢迎你留言与我分享哦 或许我们愿意看待每一次的机会 那么刚开始是一拜涂地 也能够跨出充满泥泞的那一步 希望今天的绘本分享 也能读进你的心里面 维尘时光用可以听的早餐 滋养我们的心灵 用绘本开启每一天 记得每天都要和我们爱的人 说我爱你 谢谢你 别忘记还有一个大大的拥抱哦 在上班途中的朋友 路上小心 正在喂宝宝 正在洗奶瓶和正在忙碌的你 辛苦咯 祝福大家每一天 都能够在纷乱里找回平静 很温柔自在 谢谢大家哦